現在我先介紹香港書人大學課程的一般入學要求 書人本科課程分為一年級入學 和二、三年級入學 由一年級讀起的課程我們會接受以下申請者的學歷 若果你是部校今屆中學問憑史的學生 報讀人大課程你必須要考取以下基本成績 中文、英文達三級 數學通識要達二級 只需要由一科選修科達到二級的成績 本校接納同學以一科預期報讀課程相關的應用學習科目 Applied Learning Subject 當為一科選修科之分數 成績達標並表現優二、一、和二、分別等 原文、貧士甲女科目的第三級和第四級的成績 而數學延伸單元部分也可計作一科選修科之分數 若果你已經就讀副學位課程 也可以申請書人一年級入學的課程 申請人必須要就讀本地認可的副學位 並於第一年效取累計平均積點即CGPA達2.5或以上 或者申請人以完成本地認可的副學位均可申請 DSC申請人請留意這個成績分數轉換表 甲背科目獲考五星星相等於拿取7分的入學分數 五星等於6分,如此類推 而月類的應用學習科目 若同學考取達標並表現優二、一、和二 則分別得到相等於3分和4分的入學分數 暫時我們不會考慮秉類科目的成績 叫DSC和副學位學歷 書人亦會接納同學以GCE、IB和內地高校學歷 去申請一年級入學的本科課程 若果你是成年學生的話 則需要於入學年份9月前年滿23歲或以上 才可以報讀 有意申請一年級入學的DSC同學 記住留意這個日程 報讀金融科技榮譽商學位課程的同學 必須通過大學聯招徒徑申請 這個課程的JUPAS Code是JSSY01 12月7日JUPAS就會截止報名 若果你報讀其他課程的話 就可以透過樹人的招生署網站 或由政府提供給學生申請自資遠校課程的平台eApp申請 eApp會於12月8日開放給同學申請 請報讀社工系的同學留意 其需要於5月22日或之前申請社工課程 並將次課程排向第一位 當我們收到你的申請後就會安排面試 面試日期大概為文憑市5月尾到7月的時間 招生署收到同學的申請一般會向一個月內作出審核 並向DSC申請人發出有條件錄取通知 Conditional Offer 收到通知而合成績條件的同學 可於放榜當日讀書人確認學位 而獲取錄的非DSC申請者 則需要按其錄取通知書上的指示確認學位 現在就等我來講下二、三年級 凡折課程的基本入學要求 首先是二年級入學 申請人必須就讀本地任何之附學位課程 包括附學士及高級問憑 我們接納異畢業或正在就讀畢業年的同學申請 以下是可以提供二年級入學的凡折課程 至於三年級入學 申請人必須就讀本地任何之附學位課程 包括附學士及高級問憑 並於畢業時 考取累計平均職點即CGPA達2.5或以上 以下是可以提供三年級入學的凡折課程 有意申請二、三年級入學的同學 記住留意這個日程 若果你已經畢業 你現在就可以通過網上報名 申請書人的限節課程 若果你正就讀畢業年 你可以等到明年二月有第一學期的成績才申請 書人的獎作學金豐富 我們先看看一年級的政府資助和入學獎學金 所有書人的課程都是獲政府認可 同學除了可以如常申請政府的車船進貼和助學貸款之外 若果你DSE文憑士取得3322的成績 或者你具有副學位的資歷的話 還可以申請政府提供給就讀自知學士學位課程學生的免入式審查資助 合資格的同學每年可以獲得大概三萬元的學費資助額 直至畢業為止 若果你是暴讀商學券的課程 你更可以獲取一至兩萬元的入學獎學金 至於二、三年級入學的同學 亦都可以申請書人的入學獎學金 二年級的同學只需要在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獲得總職點達2.5或以上就可以申請 而三年級的同學只需要在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獲取總職點達3.3或以上方可申請 你可以從不同的渠道報讀書人的課程 若果你是報讀一年級入學的話 你可以透過我們的網上入學申請系統或EAPP申請 我們亦都接納電郵寄的申請表和陳臣報名 不論你是網上報名或以申請表報名 記得寫清楚你的電郵地址 因為我們主要是用電郵和申請人聯絡 另外每份申請你可以選擇最少報讀的一個課程 最多五個課程 最後不要忘記夾付你們最新的成績單和身份證副本 沒有身份證副本的申請我們是不會接受的 若果你在報讀二、三年級入學的話 你亦都可以透過我們的網上入學申請系統申請 同樣我們樹人亦都會接納郵寄的申請表和陳臣報名 以下是網上申請的程序 同學進入樹人招新署的網站 右上角可以見到申請平台 進入申請平台 你可以選擇所報讀的連級 當然平台上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例如查看錄取紀錄、查詢或補交文件等 DSE的學生亦可以透過網上確認學位 除了在申請平台、招新署首頁的船單 都可以選擇你所需要的服務 叫新署網站內容豐富 歡迎各位隨時瀏覽